中二學過什麼? 中二學過二人一次方程 即是說有一個Graph 你當Graph method 我們有XY 先看一條直線 然後雙交和碼點 這個是答案 記得嗎? 這個應該記得 例如Soft equation 應該很熟手 例如說 我當 3X加4Y 等於10 然後2X-5Y 等於3 這樣 那你怎樣解決它? 怎樣解決它? 要不就是Sub substitution 要不就是Elimination 這個應該 Sub substitution Sub substitution 會怎樣做? Sub substitution 我們就會轉直線 對不對? 例如說我擺一色 我會有 Y等於 10-3X over 4 這個3色 然後再把3 墮入2色 對嗎? 墮入2色 那我就會有 2X-5 5個這個 10-3X over 4 等於3 之後這樣解決 對嗎? 然後 例如說 X等於3 X等於3 其實不是 我只是亂說 當它是3 然後 你怎樣找回Y? 你是代回哪裏 最快?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 代回 這個地方 代回3號色 這樣找回是最快的 這樣才是最快的 可以嗎? 記住 Sub substitution 是什麼? 是你 先轉 subject 之後 代回整個色 調整完 數之後 是代回3號色 不是代回1,2 代回1,2 太慢了 應該代回3號色 為什麼? 因為你代回這個位 現在馬上計算 那個Y 這樣就算得快了 看到嗎? 嗯 這個是 那些 Skills 通常學生會代回 原本1,2 是哪一條 這樣 那就慢了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再 左右 兩邊都要加 一加一減 但你代回3號色 有什麼好處? 代回3號色 代回1號數字 那你就馬上計算 那你就快了 好了 當然 Elimination 就是你把色 配搭 或者是 雙減 約了一個 那 好了 可能你就會問 哪個時候 用Substation 更快 哪個時候 Elimination 更快 怎樣看得出 這件事呢? 怎樣看得出 這件事呢? 應該這樣看 什麼時候用Substation 呢? 通常我會這樣做 例如說 有一條色 就是 你看到 兩行數字 都是XY的 對吧? 我看到這裡 是不是有 Coefficient X Y X Y Y 對吧? 看到嗎? 這四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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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圈了四個 如果 如果 一位 Xy 是 1 的話 如果 或者是 負1 當然是 負1 那 一定是 method substitution must be used 不,應該subuse 這樣會快一點,為什麼? 因為你馬上不用分數出現 你沒有分數就快了,為什麼?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例如 3x-4y 等於6 10x加y 等於3 基本上我會立即把這個轉成什麼? 當然是 cf1或負1的 留在一旁,所以我會得到 y等於3-10x 是不是? 例如說 這次不是加y 變成-y 變成-y 那右邊 又會變成怎樣? 我會變成- 這裡就變成- 10x-3 之後再把這個轉成- 3x-4 10x-3 等於6 你看到有個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哪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應該說 右邊這塊 是一個 algebra expression 不,不 沒 Venmo 可以ło 這先減少一個 數可避免 能力出現 如果 Instagram 追加分數 通定墳ber 怎麼會好 麻 龜柜 例如有一個墳墓,這個A和B,你要把B乘到右邊,做個卡差雙乘才能夠計算 這樣就很慢了,所以我就會建議 總之這四個數字,例如是3,這個是加4,這個是正3,這個是2 你學過大約數字,中心應該學過 你當作2x加-5乘彎,我當作是-5 總之,啡色圈的四個數字,即是這裡 這個數字,有一個是1,或者-1,就用submission 這樣,就是將covision1,或者-1,就會轉為subject 那歌就會轉為subject 這樣做的 這幾秒在這裡 當然啦,去到初中,中三,或者高中,他都不會指定你用什麼method去solve 總之你solve了就是,基本上 沒有分方法的,總之solve了就是有分的 好啦 跟著 跟著,如果不是 如果沒有 那我們會看什麼情況呢 如果沒有,我們會看這個情況 例如說,有條色 例如說是 Ax 加 By 等於C Dx 加 Ey 等於F 即我當作是 一些 unknown 我會怎樣判斷 我會怎樣判斷呢 我會怎樣判斷呢 Dog method of elimination 問題是,我們會選擇哪一個呢? But what variable should we eliminate? 我們會選擇哪一個呢? 好了,有沒有聽過GCD? 有沒有聽過? 先說一下 我們會先說一個概念,叫GCD GCD即是Greatest Common Devices 即是我們小學學的HCF 即是Highest Common Factor 記得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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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類似我們會想這件事 對 對 或者如果你覺得這個比較難想 可能你想LCM就想LCM 想LCM好像比較好 你會知道為什麼 你會知道為什麼 是否真的知道? 是否真的知道? 是B的 嗯 我繼續說 好了 那我就會看了 LCM of A 和 D 意思是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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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The LCM of A and D 這樣 不是一樣 如果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 我們會看一看這個 以及 LCM of A和 E 即是這兩組數目字 即是哪兩組 看到哪兩組? 看到哪兩組? 看到嗎? 看到嗎? 好了 下一步我們會想 我們會想 我們會想 如果 例如說 如果 LCM of A 和 D 這個呢 是小一點的話 是小過 LCM of B和 E 我們就會 會 eliminate 小一點那個 就是eliminate A和 D 就是什麼? A和 D 是for X 所以我們會 eliminate variable X 相反 如果 LCM of A和 D 是大過 LCM of B和 E 的話呢 我們就會 eliminate variable Y 這樣才是 做得比較快一點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 因為我 我 我倍數 小一點的時候 你的數字 不會變得那麼大 所以你計算 相對地容易了 看到嗎? 類似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了 給你一個例子 例如說 3X-Y 我不給你用 我不給你用 我濕一條純 3X-4Y 等於6 這裡是 這裡是 7X-8Y 等於4 我們會 eliminate 哪一個? 想想 如果你 eliminate X 你要 配戴 變成21 對嗎? 看到嗎? 如果你 配戴這個 的話 你將它 配戴成8 那就搞定了 看到嗎? 想一想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正義就是 LCM 正義就是 LCM 你要想 哪個LCM 小一點? 小一點的是 8 這個數目指 所以 就會 eliminate y 怎麼eliminate y? 怎麼eliminate y?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做什麼? 當一式 當二式 我們會做什麼? 我們會做什麼? 一式 乘二 之後 減回二號式 那就eliminate y 看到嗎? 因為這裡是什麼? 負4y 乘二 減負8y 留意 是負4y 乘二 減負 乘二 減負 即是加 所以負4y 乘二 即是負8y 然後再加8y 即是零 那你就eliminate y 看到嗎? 所以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當然後續的步驟 就不做給你看 你會見到的就是 我們在做這些 二原則設方程的時候 我們是會採用 這樣的原則 去做得比較快 即是去加快 你做數的時間 即是減短你做數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加速 我強調多次 如果 解決這些比例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 是1或1負1 就一定是用 substitution 那是怎樣做的 我們會把 subject 就是 即是 1 就會轉為 subject 例如說 如果有兩個 1的話 你就隨便整理一個來做 無所謂 有兩個 你隨便整理一個來做 沒有限定兩個 都用完 隨便整理一個就可以了 選擇 一個 例如說 這裡是 假設 這裡是x-4y 這裡是10x-y 那你就隨便整理一個 因為這裡是甚麼 你看到有兩個都是1 哪裡有兩個 這裡是一個 這裡是一個 那就隨便整理一個 選擇 選擇 任何一個 當然是選擇這個 或者這個 你不要選擇這個 來轉 subject 你只會找自己 為甚麼 因為你有份數出現 那就麻煩 好了 當然 如果沒有1是1 即是沒有4個數字都不等1 那就 我們就會用enlimination 但我們就會想 enlimination是哪一個 就是想LCM 這裡 LCM和AD AD就是說 什麼 我 知道得好一點 AD 即是說這兩個數字 LCM 即是21 而這個BE 即是說Y 對回Y 留意前提 你要對回Y 這裡是Y 當然是藍色對X 對X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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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CR是甚麼 這個LCR是8 來的 那你不就是eliminate Y 那你見到這裡 就是eliminate Y 這裡是eliminate Y 這樣的做法 記不見到 嗯 那這就是 到題目的時候 你需要 即是一些 暗 類似什麼 類似 黑暗科技 那樣的概念 有點像是甚麼 那些 那些 呃 沒有人這樣 應該說沒有什麼學生 沒有什麼老師會這樣教學生 這一類的技巧 那我就特地告訴你 讓你可以 掌握到其實 我原來做題目呢 是有這些隱藏的玄機入面 那你跟著這些 這些 架構 或者這些原則去做,應該會對你的做數有幫助,提升你的速度